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这个素描的半面相的一个章节 那么这个章节里面包括了四个课题 分别是古战神 阿波罗 木桐 还有美迪奇 从这个课题之后 我们会慢慢的呢 握入到人相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的课程呢 给大家讲过的贝多芬 阿克里巴的切面 那么他们呢 更多的是让大家认识 一个脸的一个体量 是由各个空间中不同的面组成的 那么今天的课题呢 你会发现面已经被打磨的圆了 甚至是光滑了 那事实上面还是存在的 只是它细分的更小了 更小的单位了 所以呢 我也希望大家呢 能把知识融会贯通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进入到 更高级的绘画的一个阶段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进入到课程的示范阶段 我们首先还是要起形构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战神的一个肖像 那么我们首先要定位它的头顶 薄径的下缘 在长宽笔关系 以及两边的头范的位置 找到一个长宽笔 我们也可以通过笔去测量 那么还有呢 就是遇到这个高级的阶段 我们希望大家训练的是目测 不仅是用笔去测量了 慢慢的呢 把这个通过工具去测量 转换为主动的 通过你的这个眼睛去测量 那么这样的话 会使你的直觉越来越好 那么表达呢 相对来说速率也会越来越高 画的呢 也会越来越快 那么当然当你无法判断 是否准确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通过笔呢 去进行测量检验 那但是呢 在这个阶段 就希望大家呢 渐渐的呢 不要依赖这个用笔去测量 不要依赖用笔去测量 那么最初的话呢 是可以用笔去测量的啊 就是在之前的几节课 那当然现在这个阶段 大家觉得如果还是失利 我用这个 眼去测量是有难度的 那你可以依旧是 眼测量和笔测量结合 那么用键子应该要轻松 把定位的时候 而不是在这一边 那么一样 我用手重复去测量 在这一边 那就是这样 我用手重复去测量 那就是这一边 所以我用手重复去测量 然后再次用手重复去测量 然后再次押设水 然后再一次 我用手重复去测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么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帽子 这块有些小的细节 那么这个细节的话 我们就开始还是要概括的去画 它有一些起伏 我们现在先忽略 先整体的去把握 那么绘画的过程呢 也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 和感想的角度 相互结合的一个过程 那么比如说我们之前 讲的很多方法呢 都比较偏理性 告诉你应该是怎么样去比较 应该怎么样去分面 然后应该怎么样去 这个打形 那么现在我们到这个 画到这个切面 半面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有面孔 它有一些这种韵律镁 在这个雕塑里面 那么它也是会有一些 这种空间镁等等 那么我们会结合着之前的 这个很理性的一些 这种认知 那么同时呢 你要通过这种理性的认知 作为一个什么样 表现的手段 技术的手段 那么呢 加入你呢 对于这个形象的感知 加入你对于这个形象的感知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能看到 这个形象的性格 或者这种形象的一种 这种特征 或者一种感受 那么我们要去捕捉 尽管用的把这种形象的这种特质 用一个捕捉 什么意思呢 上次转发了 那么画这个五官的定位呢 这个也是不要急于是什么 画眼球啊 眼皮啊 更多的是把它的 每一个造型的什么样 整体所在的区域 进行一个基本的划分 它们最开始的画面是非常重要的 它们最开始的画面是非常重要的 从最开始呢 画的时候用笔呢 要比较放松 颜色也相对淡一些 不要这个画的过死过紧 这样的话不太好修改 对不起 有没有 那可能是对不起 让让我淡一些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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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因为我刚才输入了 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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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感谢观看 好 那我们第一步的这个 启行定位呢 就基本给大家完成了 好 那么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就是去找一下这个 视照相的这个内部的结构 那么也是区分一下 它的这个主线和辅线 还有就是把它的这个 基本形调整的更准 我们看一下 大体的位置呢 进行确认之后 我们会发现 都是一些模糊的框架关系 那在模糊里面呢 它又是比较概括的 在这种概括的状态下 我们去进一步的 去推敲 它的基本形 那么在观察这个视照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哈 它的细节也非常多 那么它的细节呢 是属于是小的单位 小的单位 比如说就是 一个头盒卷 一个眼皮 那么是小的单位 那么比如说它的某一个五官 那么属于是 或者某一组头发呢 属于中等的单位 那么比如说它的帽子 脸形 那么属于是比较大的一个 图形的单位 那么这些小 中 大 它们之间的 这个区域 那可能更多的是用 中等的单位的形 去做联系的 连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比如说 眼睛的这一个区域 整体 那么再加上头发卷的 这个轮廓区域 的一个切割 那么再加上 鼻子的区域的切割 那么是用这种中等形 去进行一个 切割联系的 那换句话说呢 我们在画的这个 大的形 起好之后 赖轮廓都起好之后 那么这种中等面积的形 也就是说 在这个 一个眼皮 头发9R的细节 在上一个级别 中等单位的形 的这个处理呢 我们相对来说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我们希望 同学们呢 在画的过程中 不要 这个跳级 需要什么呀 把中等的单位的形 完完全全的呢 进行一个处理 处理的比较充分 这样的情况下呢 再去进行 小单位型的处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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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种中等面积的行为 如果你 把握得非常的到位的情况下呢 其实这个形已经很像了 就是这个画面就已经很像这个模特这种感觉了 感谢观看 那么在找中等型的同时的话呢 我们事实上那种再下一个单位的小细小的一些形容 可以呢这个稍带的进行一个处理 那我们在之前课里头也给大家讲过这个 简影观察还有这个复形的观察 那么我们尤其在画这个石膏的切面像半面像的时候 要画这个单位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头发一组的轮廓 同时也可以考虑到它的剪影的部分 也就是说它的复形的部分 形状的一种准确的表达 或者形状的关系 好 好 好 以前曾经老师讲过呢 说这个换画的过程呢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问题的过程 也是一个不断的 新改问题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绘画呢 越到这个相对高级的一个阶段的话 你会发现呢 很多的形或者颜色 并不是一步能画到位的 是需要你能静下心来 去百步琢磨观察推敲 使它呢越来越舒服 越来越达到你想表达的一种形态的样貌 或者是一种视觉的一种感受 这么一种感受的一种感受 我们可以提供一下 和眼区的这个方法 一种感受到一种感受 专门的一个项目是可以换个水 起来越来越多的效果 或是重量真的有线的 加密码线的一种感受 重量 voltage爸爸 头发的处理呢 你在这个最初的时候 要把它打得走向的一些重点的线 你一瞬眼就一看 走向的走势中的比较重点的线 进行一个表现 你不要一根一根的从头勾到尾 但是呢 你要有它的什么呀 要有它的一个重点的线 好 那么最初的时候 同学们可能画的 不一定非常的准确 或者说你可能觉得 老师这个把握的时候 可能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轻松一些 而你画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事实上我给大家归纳一下 这个问题会有几种 其实最核心的一种问题的话 就是叫 不准 就是说最基本的问题叫不准 那么其实这不准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准 就是你这个无关的位置 摆的不准 那么这个位置不准的话 比如可能这个嘴靠下了 或者鼻子靠上了 或者眼睛偏左了 或者偏右了 这是这个叫位置不准 那么还有叫什么呀 这个比例不准 比如眼睛大了 嘴大了 或者是头部小了 或者是这个无关大了 脸小了 就比例不准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叫角度不准 比如说鼻子往这边斜 那你可能画的斜的不对 或者脸型往这边斜 你斜的不对 就叫角度不准 那么面对的这三种不准的话 它其实产生的原因也不一样 产生的原因也不一样 那么这个位置不准呢 实际上产生的原因是因为 你画任何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没有跟其他的位置 在这个什么呀 边缘轮廓 进行联系的比较 你这样没有看到 这个位置是比它偏偏一点 偏右一点 那这个和它之间是偏上多少 偏下多少 你没有把这个位置连接人去比 那么你这产生的位置不准 那么比例不准的话呢 就是牵扯到你的大小 这个每一个大小之间 你没有比 或者说是负形之间 就是这个形 这个形之间的比例没有比 那角度不准呢 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角度不准是什么呢 你没有拿那个比 去进行一个斜行 斜行 这种角度多少度 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其实大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角度不准 因为大家其实 最开始出现的这个绘画的同学的话 你对于很多斜着的角度 你的判断是 觉得只要一斜着差不多 就是对的 只要斜着就是对的 但是其实这个斜着的情况有千百种 尤其如果你往后去画这个 更复杂的 比如说梅迪奇这种的 或者大卫这种石膏的话 你会发现 它每条线都没有什么直线 都是斜线 那么这些斜线的话 它都有什么样 不同的角度 都可能会不准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 修一下 稍后回来 明镜时 CF 明镜时会 明镜时这里 吸引上 敌 这个 小 金 使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